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了一个上市高位 不过现在升幅收窄 升到大概8%左右 报99.2% 腾讯就靠稳的 升1元 平保跌6毫 亚高今天的股价 就是伏牌之后 相当之大的波动 现在又再转跌 跌大概1%左右 迎付基金升5C 最新是报26.65 看完就是另外成交都比较多些的 包括友邦 升到3毫5指 卡森 都是伏牌的股份 被沽空机构追击完之后 作出了一些澄清 股价的升幅 现在扩大到超过500% 大家真的要再小心 提防一些急升急跌情况 小心点 要衡量自己的风险 真的要买的话 股价现在上到3元 现在公行跌一线 建行就升五线 平安好医生 升到1%过外 最新是报52.8 跟Michael看一些异动股 除了服牌的两只股价很惊人之外 其实美团点评 昨天业绩公布之后 大家都觉得几气出望外 先问一下Michael 对于业绩 是否所有的数都收货 无论是增长的幅度 或者是无利率的改善 好像样样看过去 都差不多是A的了 是的 因为之前已经公布了发放的刑期预告 转规为盈 但现在出来的数字 比市场预估之中 仍然是更理想的 尤其是见到很多行刊都已经上调了 之前季度的预测 全年的目标 现在出来的数字 都算是能够符合得到的 最终这件事就是 本身见到有些新业务的大同慢慢的改善 尤其是餐饮的业务始终是现在市场的主打 看到之前是一个投放期 现在看到规模效益 叫做慢慢做得好 因为这些所谓新经济企业 之前投放的成本是比较上大 所以这里都是容易处于一个规创的阶段 但现在都叫做慢慢收成 而这些固定的收入 其实固定的开支 应该慢慢够了之后 只要规模效应有个爆炸性的上升 或者叫做有个领头羊 会带动他们的毛利率都有各复的空间 尤其是今次来说 升了10个百分点 都是比较显著 见到这个功能慢慢发挥出来 而且始终市场都会觉得 他们还是一个增长期 配合他们本身的酒店或者本身的业务 虽然就不是这么标轻 但是有个协同效应在 还有空间继续推前 所以都给了一个高估值 预期未来来说 就是希望做到三星拱照 就是说收入升 无利率升 还有顺利升 变成过了关来说 变成都觉得可以顺利再推进 所以红底大家其实不是大个担心 反而变回来说 资金来说 就公布了业绩之前 刚刚前两天的事后比较差 叫做担心了 先走了 又有一批新的资金 见到的业绩好 有人持管归顾你 有人留意的看科长 继续推动 我想上回100元流上 今天其实都试过危优新高 暂时103元 我自己觉得 应该都是有条件 慢慢叫做顺势而走 然后上到去 比如说110元流上的水平 我自己觉得都有空间 不太担心 这个都挺厉害的 因为昨天其实一度跌到90元 即时有资金追捕 是的 一穿了90元的话 可能沽压就不单是昨天这样的了 可能以倍数计都不定 因为大家觉得支持位都比较重要一点 但是猜不到 今朝一高开 其实已经是做了上市的高位的 美团好 其他的新经济股 来着的业绩 大家都同样地有个憧憬在这儿 原来只要有改善 当然美团的改善就是最明显的 又是亏了几百亿 接着到有钱赚 这些新经济股 有些都仍在亏钱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才看出未来 可以重新见到光明 有些其实都已经有透露了 一个转规为盈的方向性的了 譬如好像平安第二只 和黄巴地的小米 这个我想抹了它 我的心水是摆到最后的 其实就差不多在腾讯之下的 但如果你摆得好 我挺喜欢你的摆位 平安好医生和阻安在线 两只其实都是面对一上市的时候 因为他和越民大家差不多时间上市 上市之后都是扶平如潮 或者业绩方面 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股价也都反映同样的事 但你见到不若而同 大陆第三季这两只股份来说 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当然升得急些 就是说平安好医生 昨天就有大股东减次 但似乎今天都已经叫做 可以慢慢有些资金再加上 因为最主要两样东西 这两只股份有些类似 除了是转规为盈之外 就是说开始 内地都有些新的 新的法规 针对互联网家健康的业务 市场都会觉得 他们的业务的推动 开始有一个规范化 和慢慢也都捕捉到市场的需求 所以变成都是有空间 有改善的推动 反而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两只比较 833和平安好医生 和这个6060 虽然大家都在新经济 做的业务有些不同 如果中时来说 我反而觉得 中安在线走路线 反而还比较Mask 或者推动性 但是最重要的估值 估值 估值来说 升得没那么夸张 其实就有条件 可以再值得留意 当然再补充 其实你说继续数下去的 未必每一只说 粤文我觉得 始终是框框比较大 因为做相关文字 阅读方面的情况 不是那么容易发达 但反而我想说 就是同情异龙 这些都是被忽略了 有些时间 其实他的走势做得不错 而且他本身 都是真的反而是赚钱的 做本身售买机票 那方面的推动 比较理想 这些都被忽视了 大家有机会 都可以留意 有没有机会 可能达到14元楼上 是的 其实理团也有这些 就是在线的旅游 机票 住宿这些 如果正是拆出来 想找一些旅游相关的 其实就是780同情毅龙 今天股价都升到超过4% 大家可以摆入观察名单当中 交易时段专家坐镇 一同研究金股会部署 深入前出 轻松掌握入市策略 智庫通 和港股交易时段内播出 去年23月 快乐 这边